身为一个全台走投头 深入体验在地客装文化的背包客 捐印顾名思义 就是以捐丝作为质版网柴的印刷工艺 今天我将到竹北探访一位 以客装文化为元素的捐印工作者 究竟捐印有什么独特有迷人的魅力呢 捐印其实是一个很有手感的怀旧印刷 那会因为每一个人他刷的力道 还有角度的不同 可以做出各种不同有趣的变化 像这个就是一直做重复的线条 铜花它其实有一个特性 就是当它遇到一点风或是下雨 只要打到它的铜花 其实很快就会掉落 然后它掉落的时候会有一种速度感 所以我就来尝试把它印在这个衣服上 除了创作与承接客制化的订单之外 闲暇之余豆子也开班授课 透过用课语绘本说故事的方式 教小朋友制作捐印 除了增添趣味之外 也让小朋友多了机会熟悉自己的母语 我看到这首发上有这个诗 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客家三行诗 哇是不是也是要让我们知道说过去啊 其实要吃到饭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就是有一个含义在里面 对 来 妹妹喜欢什么颜色 紫色 紫色 紫色就是Q色 我们要用这个刮刀来把这个颜色啊刷出来 哇 好漂亮哦 漂亮 看小朋友玩得不亦乐乎 我也忍不住想来体验一下捐印的乐趣 它是有这个撕爆嘛 然后跟这个是 我吃饱了对不对 这是都自己想的吗 因为到了长大之后就比较没有接触客家化 所以现在又想要再开始慢慢去接触客家化 所以我就用一些简单的文字和图片 让大家觉得这个很有趣 然后比较好入门 我的也印好了 哇 好漂亮哦 因为自己是自己印的 所以我觉得特别有一个情感 跟一个味道在里面 对 就是这种亲力亲为的东西 你才会对它特别有感觉 然后才会特别珍惜 跟着豆子从捐版的构图 制作到印刷上色 我发现捐印其实是一种 简单却又充满创意的手工艺 豆子说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够将客家文化结合捐印之美 分享给更多朋友认识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